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国的病毒基本传染数在三月第三个星期达到1.2 到时单日新增病例将达到8000起 吉隆坡和雪兰娥几家餐厅相继传出确诊病例 民众受处提高警惕 在外用餐做好防疫 国内灾民人数超过46000人 登家楼过去24小时迅速增加超过1万人 成为彭亨州之后另一个灾情严重的周数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新冠疫情模型预测 如果我国的病毒基本传染数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达到1.2 那么到时的单日新增病例预料将会达到8000起 因此尽快降低传染数切断病毒传染链是当务之急 模型预测显示在基本传染数达到1.2的情况下 1月第四个星期的单日新增病例将达到3000起 2月第三个星期则将达到5000起 罗云上在脸书上在两张疫情模型预测图 推算在1月4号到5月31号期间 我国基本传染数将介于1.1到1.2之间 单日新增病例也会大幅度增加 他表示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数落在目前的1.1到1.2 令人关注 卫生部必须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数减到0.5 以阻断国内的病毒传染链 如果以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数1.1来推算 预计在2月第二个星期会有3000人确诊 4月第二个星期会出现每日新增5000起病例 到了5月的第四个星期会恶化到每日新增8000起病例 我国单日新增病例昨天首次突破3000起 柔佛更是第一次新增超过1000起 雪龙两地的总数也是超过1000起 情况非常不乐观 卫生总监Danshri Nohishan表示 我国昨天新增9个感染群当中涉及柔佛巴生骨 以及沙拉月一共288人确诊 昨天新增的感染群当中有3个和职场有关 另一个则是扣留所感染群 研发文告指出 昨天新增的第一个感染群是来自柔佛古来的斯奈姆尼感染群 当局是在12月31号筛检工作场所时 发现该感染群 至今共有66人确诊 至于巴生谷地区 昨天一共新增7个感染群 分别是Hatamas公地感染群 Damaypulangi感染群 Jalanipo公地感染群 Rungup感染群 Desasdapa感染群 Jalanjaya感染群 以及Zharaputra感染群 据了解 这些感染群都是在公地和扣留所的针对性筛检 以及患者出现症状之下被发现 再来沙拉月古进昨天新增Karangitabuan感染群 第一起病例是在出现症状后进行检测 并且在5号确诊 至今共有6人确诊 Norheysam表示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570个感染群 其中有316个已经结束观察 254个则处于活跃状态 雪龙地区的官兵疫情进一步扩散 许多公众场所都相继传出有人确诊 其中吉隆坡古中城The Gardens花园商场 旧巴生路以及巴达林在野 都有餐厅出现确诊病例 民众受促提高警惕做好防疫 知名连锁餐饮品牌顶太风 昨晚在脸书发文告指出 位于吉隆坡古中城花园商场的分行 有一名员工在检测中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在得知消息后 该公司已经立即安排其他员工自我隔离 同时安排他们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目前花园商场的顶太风已经暂时关闭 并且遵循卫生部的指示进行消毒 除了顶太风 雪龙地区还有另外两家餐馆 也因为出现有人确诊而被迫暂停营业 包括旧巴生路的山达小铺 以及SS2的May by Fastpoon 其中山达小铺透过脸书证实 一名员工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因此餐馆从前天6号开始关闭 直到本月21号已进行消毒 至于May by Fastpoon 则是指有两名顾客不幸感染新冠病毒 他们分别在本月1号晚上8点到9点之间 以及本月5号中午12点到1点之间 到过餐厅用餐 为了安全起见 这家餐馆已经暂时关闭进行消毒 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的落实下 许多人都认为 今年将会是房地产市场复苏的一年 对此国内各大房地产公司 相继推出各大营销策略 开发良好的地段 以鼓励国人制产 提升国内房产的销售量 林沐生集团董事经理丹须林福山表示 为了提升房产的销售量 该集团已经推出数项诱人的配套 他有信心公司能在今年内 达到12亿令吉的销售目标 他表示近年来 国人对于房产的需求有增无减 因此建造经济实惠的房产 将成为该公司关注的焦点 去年一整年 该公司一共推出了14个项目 当中涉及巴生骨 如佛 彭亨和霹雳 开发总额高达14亿9千万令吉 为了阻止全国的大道公司 调涨过路费 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夫表示 政府去年和之前被迫向大道公司 赔偿总额高达15亿1千万令吉 法迪拉表示 由于政府去年不允许 国内的大道调涨过路费 在2020年 政府一共需赔偿13亿4千万令吉 给大道公司 此外 剩余的1亿9千5百71万令吉 则是2017年和2018年的部分赔款 无论如何 有关款项 依然需要经过政府 和大道特许经营公司的审计和批准 另外他透露 在2020年的赔偿金里 有高达4亿3885万令吉 是赔偿给南北大道公司 以冻结南北大道和福荣网 波德森大道调涨过路费 沙亚南大道经营者 哥伦邦扎亚有限公司 则获赔7731万令吉 第二中环衔接大道 获赔6732万令吉 第一阶段东海岸大道 获赔6411万令吉 大使往淡江大道 获赔5599万令吉 以及龙布大道 获赔5158万令吉等等 截至今天早上八点 国内的水灾灾情依旧严重 登加楼的灾民人数 在过去24小时 迅速增加到超过1万人 成为彭亨州之后 另一个灾情严重的州数 柔佛州的灾民人数 则是瑞减到剩下一千多人 西马半岛东海岸的水灾灾情 不断恶化 登加楼的灾情在过去一天恶化 使得灾民人数不断增加 共有12,899人被安置在 临时疏散中心避难 而早前灾情最严重的彭亨 也是进一步恶化 灾民人数进一步上升到 27073人 他们分别被安置在 275个疏散中心 第一东海岸大道指出 珍诺通往大马鲁 第126公里路段因为积水 而被迫在今天凌晨 2点30分关闭 吉兰丹昨天早上下起好雨 导致许多地方发生水灾 截至今早 当地的灾民人数有6,319人 被安置在75个疏散中心 相反的 柔佛的灾情带有改善 目前的灾民人数剩下1,422人 霹雳州的市剩下中霹雳 有359名灾民 大马气象局发出恶劣天气警报 预测苏格州属将会持续下起好雨 直到下个星期二12号 彭亨关丹百勒北根和云兵 以及柔佛的西加墨丰盛港及 割打丁仪 下起的好雨将会持续到今天 登加楼物数是照 瓜拉尼鲁斯 乌鲁登加楼 瓜拉登加楼和马江 以及整个吉兰丹州 预料会下大雨到今天 登加楼的龙运和干马晚 彭亨的金马龙高原 利贝 劳乌 俄联图 文东 大马鲁和马兰 以及柔佛的东甲 麻坡 八州八峡 居兰 奔征 古莱吉兴山 则预料下大雨到下个星期二 彭亨州好雨成灾 导致拉乌干本勒查的一座桥 发生坍塌 造成超过500个住户 受到影响 无法正常通行 不过在武装部队的协助下 有关路段已经完成 安装临时军用铁桥 因此居民的出入问题 暂时获得解决 为了尽快解决勒查花园居民 因为断桥影响的出入问题 超过30名军人从昨天凌晨12点开始 就在断桥部分开始安装军用铁桥 军人耗时长达15个小时 才顺利完成安装 而受影响的军民也从晚上8点开始 恢复正常通行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德斯里伊斯曼·萨利 昨天也有到现场巡视铁桥安装的过程 他表示军用铁桥的承重量为60吨 因此军民大可放心使用 至于铁桥断裂的部分 需要耗时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修复 伊斯曼·萨利说 根据他向老沃工程局的查询 维修工作可以在8到12个月完工 不管怎样 由于彭亨多个地区受到水灾影响 因此未免类似的事件重演 当局已经预备了10个军用铁桥 假如有地区受到水灾影响 军队便会立即到有关的地区进行安装 解决同样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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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